高情商的女人一辈子是不说 欢迎来到女人成长营 我是主播Paxi思姐 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言寒 不仅能透露她的个人修养 更能展现其人的魅力 我们经常会被身边那些高情商的人的魅力所佩服 实际观察 你会发现他们通常有不说这四句话 第一句气话 我刚说的都是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想必很多人都说过这句话 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 一时气话 破坏了气氛不说 伤了人 甚至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这样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高情商的女人 首先不要说气话 第二句 闲话 爱说闲话的人 本身就是一种小人心态 为了显示自己有多健谈 消息有多灵通 如果你不想成为一个被人讨厌的人 那么请不要说闲话 第三 炫耀话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里 专门讲了这一条 如果你想先要自己的成功 一定要附送你的丑事 以化解你成功给别人带来的尴尬 第四 怨言 没有人愿意以整天抱怨的人为伍 毕竟 抱怨很容易就会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削减一个人的热情 抱怨不可能帮你战胜困难 只可能让你重判清理 如果你曾经说过这四句话 那么从今天开始 试着去改变 相信你的人生将重置 与众不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点赞 分享我们 你人成长营 关注每日分享 亲爱的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